方舟生存进化 作为一款玩家们都熟悉的生存游戏 从2015年到至今都依然有着相当高的人气 不过玩家们知不知道 方舟自发售以来 一直都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甚至连玩家都逐渐退坑呢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随着方舟2将会在明年推出 方舟一代日前也宣布将会免费送给所有的玩家 就连许多的DLC都直接免费 因此游戏当局的玩家人数 也在免费之后回升 曾经最高只有6万名玩家的人数 也飙升至最高有着22万名玩家同时在线游玩 虽然游戏的人数不断的上升 但今天呢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方舟这款游戏 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 以及导致他们玩家流失的原因 如果有任何遗漏或者是错误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尾马秀 方舟生存进化 是由工作室Studio WorldCard 于2014年开发 工作室是有一位叫Jeremy的男孩子创立 他在2009年的时候 曾经是一位来自Trendy Entertainment的开发者 只不过 在2012年的时候 该工作室被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给购买了 也因此公司为了赚钱 不得不顺从高层的指示 制作出一些可以快速赚钱的游戏 对投资公司来说 他们不在乎游戏的品质 内容 也不在乎工作室想要做些什么 就只是想要一个可以得到利益的游戏 所以Jeremy就离开了Trendy 创立了Studio WorldCard 打算自己制作游戏 于是在2014年开发了Ark 过程中工作室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像是公司跟Snear Arc合并 Trendy的前员工投靠Studio WorldCard 跟埃及开发商Instinct Games 一同开发等 他们也因为受到了侏罗纪公园 跟历险小恐龙的启发 对恐龙非常感兴趣 所以就在游戏中融入了恐龙的要素 还去阅读书籍 研究资料 了解更多的动物和知识 就是要呈现出真实的恐龙生态跟环境 然而早在2013年的时候 Kotaku就有访问了 当时还在Trendy工作的Jeremy 并公布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Jeremy表示 Trendy的工作环境如同噩梦 将公司丑陋黑暗的一面都公开出来 性骚扰恶劣的环境 员工们也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的工作 而不敢发声 可是Jeremy却勇敢地站了出来 也因此Jeremy就成为了 Trendy公司的高层 也就是那些投资者的纵使之地 由于Trendy不让Jeremy离开工作室 所以正当Jeremy坚持要离开的时候 Trendy也强迫他签署一份可怕的合约 合约的内容我们之前就有见过一次 主要是不让Jeremy在限定的时间内 进入游戏产业 成为公司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挖角聘请Trendy的员工 就是不让他踏入游戏产业 这种合约是非常致命的 但Jeremy并没有理会 还是选择成立了工作室 钻入一些漏洞来避免陷入麻烦 甚至还让自己的妻子 成为了公司的高层 一直到2015年 Studio WorldCut决定在 侏罗纪世界的电影上映的同时 以Early Access的形式 登陆在了PC平台上 在游戏推出之后 游戏凭借着有趣的玩法 庞大的内容 深受玩家们的喜爱 玩家不仅仅可以在坊州的世界中 寻找食物生存下去 还可以自己建造各种各样有趣的建筑物 并且不断地研究出新的装备材料 来打败或者是驯服恐龙 建造出自己的恐龙家园 最重要的是 游戏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同乐 看着朋友被恐龙追 被咬死的画面 简直就是欢乐满满 在游戏推出之后 刚好得到了侏罗纪世界的热度 人气瞬间的暴增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销量就突破了100万 可是呢 游戏并不是一面倒的压倒性好评 反而是得到了褒贬不移的评价 游戏在刚推出的时候 不仅仅容量要求大 价格高 优化也是相当的糟糕 比之后推出的绝地求生还要更卡 许多玩家也在玩的过程中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bug 发生爆炸或者是恐龙袭击家园的时候 真数据直接大暴跌 被玩家们称之为显卡杀手 而方舟生存进化 也成为了steam其中一款最成功的early access游戏 但是方舟生存进化的成功 也让Trenny的高层们眼红 开始不断的找Jeremy麻烦 选择起诉Jeremy 指控Jeremy违反了合约 挖夹了他公司的员工 虽然确实是有来自Trenny的员工投靠了Studio WorldCard 但这些员工都是自己过来的 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还以方舟生存进化 损害了自家游戏地下城守护者的利益为由 来向Jeremy索求6亿美金的赔偿金 而且还表示 游戏使用了他们家的技术 不断地跟他们索求资料和原代码 就这样 一直不断地骚扰 一直到成功做掉方舟生存进化为止 为了游戏和公司的未来 Jeremy最终选择在2016年跟Trenny庭外和解 以4000万美金让Trenny放弃的起诉 Jeremy身上的官司 才在这里告一段落 虽然Jeremy被官司缠身许久 但2015年方舟并没有因为官司而停下脚步 反而是不断地发展进步 不仅仅推出了雪地和沼泽的区域 添加更多的生物 还在万圣节的时候 推出了特殊的骷髅恐龙 跟那强盗爆炸的都督暴龙 同时他们也在2015年的时候 受到了饥饿游戏 跟一些大逃杀 生存游戏的灵感 选择制作了一个 多人在线的大逃杀生存游戏模式 还邀请了许多的实况组参加 自己举办了方舟大赛 想要往电竞的方向发展 之后更是把该模式独立出来 变成一款全新的游戏 叫方舟适者生存 过程中方舟也在圣诞节迎来了更新 还把游戏移植到了主机平台上 但主机平台也让Studio WorldCard 陷入了麻烦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民售商希望数字版跟实体版的价格一致 因为将游戏做成实体版需要更多的成本 加上数字版的价格 如果比实体版还要更便宜 那么就会出现实体版卖不出去的情况 也因此Studio WorldCard选择将原本的30美金 涨价至60美金 这让社群瞬间爆炸开来 玩家社群不断地捧击开发商 但他们最终也为了实体版 仍然坚持调整价格 被赴骂名的执行计划 2016年Studio WorldCard 为了让老玩家们有着更多的新鲜感 选择免费推出了几张全新的地图 让玩家们在新的岛屿上探索跟冒险 同时也添加了玩家们喜欢的模组功能 让一些玩家可以制作出有趣的模组 只不过 即便更新的内容繁多 玩家们依然对游戏的优化感到非常不满意 批评游戏的声音还是没有消失 那年Studio WorldCard 也推出了独立出来的适者生存大逃杀游戏 但却还是因为优化等技术问题 遭到了玩家们的批评 游戏在刚推出的时候 只有3000左右的玩家在线 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 方舟试者生存的人气急速下滑 一直到2017年 Jeremy也才表示 想要专注在方舟身上 决定停止游戏的更新 此外 2016年的时候 Studio WorldCard 也宣布了另一款全新的游戏 Arc Primal Survival 是一款让玩家们扮演方舟离的生物 在方舟的世界生存的游戏 但至今距离宣布已经过了6年 这款游戏仍然没有出现在玩家们的面前 2016年9月 方舟推出了第一个付费DLC 焦土 这个DLC让玩家们来到了沙漠地图 玩家在沙漠上更容易感到即可 也会遇见全新的飞龙 游戏也从原本的恐龙 开始出现了各种特别的生物 不过有不少玩家也对于该DLC感到不满意 因为他们觉得 一款还在开发阶段的游戏 怎么能够售卖DLC呢 毕竟DLC是属于额外内容嘛 在开发阶段就代表游戏还没有开发完毕 不能算上是额外内容才对 加上价格也很高 所以也才让一些玩家感到不喜欢 一直到2017年 方舟生存进化 终于迎来了正式推出 经过了两年的阻碍 Studio WorldCard终于把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给完成了 但他们仍然没有停下脚步 持续的更新更多的新内容 游戏里的物品 建筑和科技也越来越发达 尤其是在Extinction的DLC中 地图也从以前的远古时期 变成了像地平线那种末日之后的荒废世界 曾经的敌人也从恐龙变成了怪兽机械 以前拿到枪或者是大炮 可能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现在已经出现了机器人 变异恐龙 奈米科技等内容 而方舟这一个IP 也从电脑到主机 再到手机跟Nintendo Switch 除了电脑优化不好 DLC等问题以外 方舟在2019年也遭到了玩家们一次的炎上 游戏除了有PVE的玩法以外 还有这个PVP的机制 可是呢 游戏的bug在过了那么多年之后 有一部分依然没有得到修复 这也让不少的玩家钻漏洞 在PVP的模式中取得优势 像是玩家可以穿进墙内 建造自己的秘密基地 这对玩家来说相当的不公平 因为你看得到我 我却看不到你 然而那时候就有一位PVP的内容创作者 Hot Gaming就在影片中找出了这个bug 并要求官方赶紧处理掉它 这会带来非常不公平的体验 但是在影片出来之后 官方却没有修复那个bug 反而是把Hot的账号给全球封禁 导致它再也无法进入伺服器 这让玩家社群感到非常的生气 纷纷谴责Studio WorldCard的行为举止 毕竟那一位创作者 只是帮忙找出漏洞而已 结果官方不仅仅没有感谢它 反而还把他的行为当成作弊来封禁它 甚至还有玩家发起了解封混gaming的情愿 之后官方也在社群发出声明 表示该创作者 确实不该遭到永久封禁 但玩家们也不应该把漏洞放在网络上 因为这样会让更多人尝试做 所以也在声明中表示 如果玩家发现到了漏洞 可以透过网站来向他们报告 事件也才告一段落 可是从这件事情中也能明显的看到玩家们对于工作室不认真对待游戏漏洞的方式 感到非常的不满 也有不少玩家表示 这些问题永远都无法解决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处理 而在经历了许多的更新之后 方舟也在2019年宣布了方舟 最后的全新篇章Genesis的大型DLC Genesis的更新将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共使用了三年的时间来更新 这里的世界观已经完全跟过往的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连恐龙都机械化了 外星成物也来到了这里 虽然内容变得非常非常的多 连游戏容量都超过了120GB 让不少玩家都相当期待 可是呢也有许多的玩家觉得方舟已经完全变了味道 已经不再是最初的感觉 2020年方舟续作 在TGA游戏展上亮相 也看到了冯迪索出演了预告片 这才发现 冯迪索是方舟的狂热粉 甚至还成为了续作的执行制作人 一同参与开发 早前的XBOX游戏发布会 也再次看到了方舟续作的预告片 游戏的背景也回到了远古时代 游戏也将会在明年推出 而且为了庆祝方舟续作 方舟生存进化更是直接免费送给玩家们游玩 吸引了非常多玩家入坑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玩家 也因为免费领取而进入了方舟的世界呢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虽然说方舟的玩家人数 一直都保持着相当高的人气 尤其是这一次的免费 更是达到了新高 可是这七年以来 方舟一直都是争议满满 其中游戏的优化更是最致命的问题 不管是内容 伺服器还是bug 到至今都依然有玩家在抱怨 就连方舟2还没有推出 就已经有玩家在说是显卡杀手了 不仅如此 随着游戏的不断更新 方舟的背景内容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科幻 这也导致一群玩家入坑之时 也有不少的玩家选择了退坑 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他们熟悉的方舟了 不知道玩家们你们对于方舟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到底是科技化更有还是远古时期才是最棒的呢 玩家们你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我是Sero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